可不可以就说 介绍一下您的职业 然后呢过往有没有什么投资的经历 对吧 然后情况怎么样 对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对您个人的一个了解 我的职业就是 我是在一家医生的诊所里边 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平常就是您的那个投资 投资过往有没有任何的这种经历呢 我以前任何投资都没有做过 第一次投资就是买了一些 那个就是黄老师推荐的那个 RAD那个股票 做房地产的那个 明白明白 这一次用这个AI投资这个加密币 这是我做的第二次 明白 就是接触的第二个全新的领域 对 可以的 那这个投资过程还挺顺利 我相信 就是说这有些学人 他们可能就说最开始的投资就可能就是没有跟跟对人嘛 然后走对路嘛 就可能一开始投资就受挫 后来就就不敢再去尝试 那我觉得您还是挺幸运的哈 一开始就走到了对的方向上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您怎么了解北美绝经的 就是怎么了解到黄老师的 然后您对我们 黄老师对我们平台有什么评价呢 我是在几年前有一次 我是看那个YouTube 然后上面就有推送了一条广告 就说介绍黄老师有一个投资房地产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法 一个策略 然后其实那时候 因为我已经年龄很大了 我都已经接近快退休了 我并不是说想我自己去做或者什么 但是我听到这个新的策略 我比较感兴趣 比较好奇 然后我就买了黄老师的一些课 我就看了看了解了一下黄老师投资房地产的这个一些策略 感受怎么样呢 因为我没有实际去做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真正做起来的感受会是怎么样 然后就是我这人啊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懒 我就不大老愿意 年龄大了 不愿意再去操心 再去废脑子 去学什么 学什么东西了 就已经 然后紧跟着就黄老师 就推荐了一个这个股票 你知道吗 我以前呢 对股票比较感兴趣 但是呢 一直就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环境 周围的人 他们也都不做这些 所以我自己买了几本书 看了看 哎呦 我觉得这有点太难 我自己可能也学不了 结果就放弃了 就正好黄老师推荐 那个做房地产的那个股票 然后呢 黄老师介绍就是说 这个公司 他的投资策略 正好跟黄老师讲的客的策略是一致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可靠 所以我就买了一些 结果还是很好 真的很好 明白 您是买了那个Red 对吧 对 OK 明白了 好 那就是您现在就是整个的方向已经转变到在这个AI加密币这个交易这块吗 就是您为什么会就说啊最后还会来看这个交易的课程 然后您觉得对这个加密币行业的前景就是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吗 我觉得加密币这个市场随着不断的规划应该是是越来越好 嗯 这是我我我觉得应该是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对加密币市场我确实是一点都不了解 我只是跟着你 你推荐一个比较好的币说这个将来以后发展趋势会好 那我就去试一试 真正我对加密币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啊 这个什么我是一点不懂 但是您很有这个学习的热情哈 然后呢 对对 行动力也是很强的对吧 就很多人听了就听了 但您听了并且能够去去做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优点 那您现在就说啊 学了我们的课程 然后用了这种策略之后 您会觉得和这个传统的投资会就是优点在哪里 就是您说您自己平时的话 就是也不太愿意去花太多时间 那我们这种投资策略对您来讲的话 是不是更加方便呢 我觉得是太好了 这个太适合我了 因为我这人比较懒 不愿意动太多的脑子 也不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我只要把这个机器人的这些设置啊 这些功能啊 我学一学 我就能够设置起来一个机器人 他就能够为我挣钱 这个方法是太适合我了 烂人投资法 对 真的非常好 因为这个呢 不但省时省力省心 现在我感觉还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有乐趣 对 我觉得将来以后 我在想 我将来以前我就在想 我说将来以后我退休以后 我干什么呢 现在我发现这个事情是特别适合我退休以后做的事情 我们确实还有很多这种退休的学员 他们也是就是退休嘛 想给自己找点事做 这个事儿真的是挺好上手的 好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您 现在呢 我们是跨年直播嘛 就是说您 作为这个优秀学员 有没有什么心得啊 给到我们的 没有加入的 或者说 还在这个摸索阶段的这些朋友们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课程呢 就是当然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肯定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了 对吧 学好以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又省时又省力又省心的这么一个投资方法 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这个现在对加密币等于就是说是零吧 了解是零吧 这些同学如果真的想学或者想做的话 我建议他们最好就是加入这个VIP这个社群 这样呢 你自己不懂 你也不可能我在花上很多的时间等研究好了 你再去做 对吧 你加入这个社群以后呢 跟着老师 老师把这个市场的动态啊 怎么看盘 怎么那个什么 或者是最近有哪支币表现的比较好 都会介绍给我们 就跟着做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靠谱的 因为我也是从这个参加这个社群以后 我得到了很多好处 这个确确实实是真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嘛 你那天上一次在这个社群打疑以后 我就马上设置了一个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可能设置的还是比较保守 在几个小时之内 连续四次 就是那个叫Punk Protection 就停了 然后我又得重新设置 我在第五次设置的时候 我就增加了一倍的投资 然后不到一天就获得了18%还多的收益 因为现在是第四天嘛 我设置的第五次以后 现在是第四天 最高的时候我的收益是29点几 好像是就将近30%了都 那这个非常优秀 对刚刚还是想 还想问一下您的这个 对VIP社群的体验 刚刚您已经讲得非常好了 就是我觉得您就是 可能一部分是我们这个教学 带给您的这些便利吧 另一方面我觉得您自己的 这个判断也是非常准确的 对吧 无论说您多次重新开启 还是说您最佳投资额 这个还是需要有一点判断力的 我觉得您的这个敏锐度是很高的 非常的优秀 行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这一次访谈 就到这里结束了 也特别感谢你 好的 非常非常感谢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课程 好 我们就是互相帮助嘛 就感觉双方都有力 在做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